推特上各种格斗梗图 难道马斯克与祖克伯真的要上演一场激烈格斗赛吗 这消息可不是空穴来风 推特老板特斯大执行长马斯克隔空砍化 准备跟梅卡老板祖克伯来场铁龙格斗战 收到战术的祖克伯可没在怕 在instagram贴出马斯克的推文截图说 发给我地址 随后马斯克选了拉斯维加斯竞技场 也就是终极格斗锦标赛赛场 跟顺口一提自己几乎不运动 但掌握一个超棒的动作 就是躺在对手身上什么也不做 把这一绝招命名为海上 还附带海上蹭痒的动态图片 但马斯克似乎不是祖克伯的对手 毕竟去年祖克伯才分享与美籍台语格斗选手 吴仲凯同框训练格斗的影片 不仅如此今年5月还在巴西柔树锦标赛获得金牌 而这场隔空校正的起因 就是因为祖克伯经营的Facebook公司Meta 全出将打造类似于推特 以分享文字为主的新应用程式 用户能够透过Instagram账号登入新平台 而币圈名人诺凡尔的贴文 调出马斯克的回复 事实上双方2017年就因为对 人工智慧看法不同发生言语摩擦 马斯克认为无限度发展AI 会威胁人类的生存 祖克伯则认为马斯克的AI末日论不负责任 这两位科技富豪的较劲是否真的会从科技战场打到格斗场 网友纷纷留言笑回愿意付费观看 马斯克的母亲则出面喊停 发文喊话只能用言语战斗 新唐人亚太电视刘云堂赵婷玉整理报道 框苗坡 这 碑 cathedral USA excel 来 厚 cho 嗙